斯坦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姆在他最近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说 中国同欧洲和美国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贸易联系 刺激了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创新和财富增长 原因是来自中国的竞争提升了企业效率 我们发现那些来自中国出口商品增加的行业 他们的专利注册和研发也有大幅度增长 这些行业的企业以增加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方式来应对竞争 他们提升电脑化程度增加对信息技术的投入 并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管理手段 到2007年和2008年 欧洲和美国20%的创新增长是得益于中国 然而布鲁姆的观点遭到了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的批评 他们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不公平竞争扰乱了国际市场秩序 进而削弱了发达国家的竞争力 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削弱了自由贸易精神的基本原则 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斯表示 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在于各国政府不制定歧视性政策 不采取重商主义措施 阿特金斯指出 中国扭曲市场的重商主义政策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这些政策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 中国政府给某些行业 比如太阳能企业提供的大幅补助 不仅降低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还会让全球生产体系更倾向于劳动力而远离资本 从而降低了全球生产力 侵权行为和强迫性技术转让 降低了创新者的利润空间 使在研发方面的再投资更为艰难 统计数字显示 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 使得美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的贸易赤字超过1000亿美元 不过尽管中国在2006年制定了大力扶持本土企业发展的工业政策 维吉尼亚大学的利维教授仍然认为 中国目前尚不具备缔造出有全球性竞争力企业的条件 我认为这种环境包括知识自由 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 运行良好的资本市场 新兴企业取得成功的机会 以及企业家能够有信心 自由享受他们成就的机会 专家表示 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首要任务 应当是遏制中国的贸易重商主义政策 同时继续引导中国融入以市场为准则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当中 VOA卫视林峰 于阳 华盛顿报道